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希腊那个地方 它什么意思呢 它是优美的意思 美丽的意思 希腊的艺术被大家尊重 往往被认为很难再创造出这样的一种文明 这样一种艺术 一种文化 使我们想起人类的一种童年 一种的天真 它当然有很多特点 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很自然 我们上一节课中讲过文明有很多美 有一个美叫什么呢 叫做自然美 它很自然 很自然就是很少有强制性的东西 很自然就是它往往来自民间的传统 你比如说 古代的希腊雅典呢 要举办一个大九神节 大九神节里面呢 就有很多民间的艺术家呢 去表演悲剧 所以它是在民间的那个安排下 民间组织里面产生的 它因此呢 不同于由政府举办的那种活动 没有人去想应该怎么弄 只要选几个名人来做评委 然后剧本写得好 那你就可以演出 艺术呢也是这样的 你想画画 那你就画画 你想搞雕塑 那你就搞雕塑 而不是说你组织一个什么部门 然后要艺术家怎么怎么来做 所以我们说希腊的艺术品也好 希腊的文化也好 有一点呢就是它非常接近自然 接近人的内心的一面 所以这是它一个特点 非常自然 第二个特点 说希腊那个文化 它具有一种心灵性 也就是说它离人的心灵距离很近 心灵性我们也就是说 就是心灵美的意思 心灵的意思啊 这个东西比较抽象 你比如说有两种艺术 一种是文字的 包括文学 小说 文章等等 这样一些东西呢都是文字性的 还有一种东西是内在的 往往是表示内心的 内心那种东西啊 你可以怕它看作什么呢 你比如说舞蹈这个东西 我们来比较一下 你用文字文学来描述的东西 它是一种符号 是用一种符号来描述的 但是舞蹈呢 它却是用动作 用肢体语言来表述的 一种用文字符号来表达 一种呢是通过人的表情来表达的 那么用文字表达的东西呢 是比较坚洁 你看一本小说 刚看的时候可能没感觉 觉得还可以 你就看起来了 所以是坚洁的 作品的表达比较坚洁 但是看舞蹈呢 它用的是肢体语言 它是用手势来表达的 它比较知见 你的心动的程度 看一本书要看很久 突然之间你觉得感动了 那本书已经看到一半了 但是看舞蹈表演呢 一开始就可以让你感动 它感动你的时间很短 不需要看一本书 看了两个礼拜以后 你才感动 所以呢 它更是直接的 从让你心动的程度来看呢 这主要是一种精神化的东西 让你感动 小说用的是一种实际的语言 我们把它叫做诗语 而舞蹈呢 用的是一种诗歌的语言 叫做诗语 诗歌的语言有点不一样 你比如说 把诗的语言和绘画的语言 做一些比较 就有所不同 一位画家 把一个形象的东西 搬到画面上来 这叫做从形象到形象 比如说外面有一棵树 外面有一间房子 我们就画一棵树 就画一间房子 这就是叫从形象到形象 我们拍摄照片 它更是从形象到形象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它却是抽象的 它怎么变成形象呢 这就是诗语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叫真 什么叫美 什么叫爱 什么叫高少 这样的一些形象 这样的一些形象词 它是抽象的 你把什么叫从高这个概念 和什么是一棵树 这个概念比较一下 树是形象的 从高是抽象的 你就要用艺术语言 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 那是很难做到的东西 你去表达爱 你去表达美 你去表达从高 这就是精神的形象化 凡是能做到精神的 形象化的艺术 更容易刺激你的心灵 假如希腊艺术里面 没有这样一种成分 它就不会那么永恒 它就很容易被人忘记 所以你去看 希腊的雕塑也好 希腊的那个人物造型也好 它都是通过一些 简单的情节 去发掘人的 一种心灵上的东西 这就是精神的形象化 这种精神的形象化 我们说特别容易变成永恒 诗歌之所以打动人 在很大的程度上 也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形象 诗歌又是很抽象的东西 它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呢 所以诗歌和你之间的交流 就不是一个浅诚上的 表面的交流 而是你的心和诗人的心 在交流 是心和心的交流 有没有办法 直接让人进行深层次的交流 而跳过表层的交流呢 人与人之间 见到的是脸和脸 但是诗语呢 却往往能够支持人心 那就是靠精神的形象化 就像希腊的艺术品 你得能够通过它表面的形象 看到它内在的精神 表面上的故事 一看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再看下去 你就发现它不仅仅是在讲这个故事 它要在那里面去发掘出一种心 精灵上的精神 心灵的精神呢 就产生了一些哲学上的构思 这样来说吧 假如有个东西比较难看 你把它摧残 你心中难受吗 肯定不太难受 但是有个东西 你把它弄到极致的美 你再看到它被摧残 你的心中就会产生出一种 不忍之情 所以有两种美 一种呢 就是你把东西弄到极美 又看到它被摧残 还有是一般的东西 你看到它毁灭 哪种更能够引起你的悲剧的感觉呢 肯定是看到极美的东西被摧毁 所以 它是靠什么东西来打动你的心弦呢 它就是把一个东西变得非常之美 然后看到它被摧残 比如说巴列伍有个剧本 叫做天鹅之时 你看到心中会很难受 但是鸭子之时呢 所以 它就是靠这样一种无限的升华 升华到极限 产生出一种心灵的效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艺术就有了它的两面性 双重性 一种艺术啊 叫做精神之浓缩 另一种艺术啊 叫做事物之形象 所以 你去看希腊的艺术品 既能够看到它 是个人 是个海神 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呢 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你看了半天以后 你看到的就不是表面的形象 而是它要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精神之浓缩 所以我们说 你去看希腊文化 去看希腊的艺术 都有这样一种情节 就是艺术品代表了一种内心 代表了人的心灵性 希腊的文化和艺术的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向善性 希腊是个很奇怪的民族 它鼓励人向善 那么它鼓励人向善 这就包括对很多艺术的很多门类呢 就做了很多规定性 比如有一个悲剧作家呢 它写希腊一个城邦叫米利都 米利都被外国人占领了 占领以后呢 米利都里面的人呢 都死了 它就写了一个悲剧 写一个悲剧以后呢 那个观众去看呢 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都哭了 哭了就是那个作家做错了 因为它写的东西不能让人哭 不能让下面的观众哭哭啼啼的 于是就处罚了它一千个金币 这就是说呢 希腊的艺术呢 有明确的规定性 不能宣言不好的东西 它是要你在理性的范畴内 体现美 体现善 艺术的善和一般的善不一样 艺术的善呢 往往包含着完善的意识 完善这个词啊 它不仅仅是指道德上的那个善 它是指技巧上的善 是理性的善 所以希腊人讲善这个词呢 不仅仅是讲道德的层次 还讲技巧上的层次 还讲理性上的层次 还讲心灵上的层次 理性的善呢 应该这么来理解 就是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 它都有一个最佳的模型 这里面没有感情用事 没有情绪用事 没有私人关系 就按照事情的本质 要求你的道理去做 我们的人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 各种事情的时候 往往都会受感情 人际关系的影响 受视觉的影响 受各种各样东西的影响 而不肯按照事情原来规定的道理去做 希腊人在这一点上是很聪明的 他认为事情的本质上面 总有一个最佳的途径 你应该按照这个道理去做 比如你要学习吧 那就有个最好的途径 你要做某件事吧 也有个最好的做法 所以要求人不是按照主观的情绪 不是按照别人的意愿 而是让你直接面对真理 这就是直接面对真理的做法 直接揭示自然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你能做到了 那你就是理性的 你就是善的 你能够接近那个理性的标准 你就能够做得完善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希腊人是要人直接面对真理 这种向善的艺术 往往就能成为一种标准 什么标准呢 就是我们做事情 不是把它做出来 而是把它做完美 所以它就有它的第四个特点 就是希腊的艺术品非常美 应该说古希腊的艺术品 都是唯美主义的 假如你跑到雅典的博物馆去看看 你简直就到了一个美的世界之中 无论是雕树品 还是大小的雕像 石像神像 都是很精美的 古希腊人就是一个爱美的民族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搞了那么多艺术品 这就证明艺术品在他们那里呢 是生活的必需品 没有一个民族像希腊那样 这么把艺术当回事 罗马人在这方面呢 没有希腊人做得好 你看就几百万人 一个城堡就几十万人 甚至几万人 去雕刻了那么多的东西 留下了那么多的悲剧 喜剧 哲学 思想 科学 可见这个民族特别爱美 不仅爱美 还要把美学 上升到心灵的程度 还要把它展览 让世界上各地的人去看 一个这么爱美的民族 世界上很少有的 那么这种美 是怎么来提炼的呢 这就要讲到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 心灵的筑流时间 什么是美好的东西 它就会在你的心中 保留一段时间 什么是美好的东西呢 包括良好的品味 良好的品德 优美的艺术品 比如你去看舞蹈 非常美 你这个东西 就不会马上忘记 会在你的心灵中 保留一段时间 希腊也是给人 这样一个感觉 比如我们说 言比称希腊 也就是因为 希腊老在我们心里 我们怎么不去 言比称其他的东西呢 天下的东西太多了 为什么要去言比称希腊呢 就是因为希腊呢 在我们心灵中中呢 有一个心灵筑流时间 不是每样东西 都可以使得你有 心灵筑流时间的 我们每天会碰到 无数的事 今天做的事 就尽量让它美一点 比如说今天碰到了谁 他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 我们就积累了一点点 人类编历史也是如此 大圈世界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但真正能流到 你心灵的东西呢 也比较少 这个事情很能理解 就像我们每天的日子 这么去过 过来过去 真正打动你人心的东西 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考察 希腊的心灵性 和它的原因 它这样一种唯美 能够在人心中 长久地保留下来的 这样一个原因 也许说第一个原因 是它的新鲜性 希腊人喜欢的是 新鲜的经历 而不喜欢搞重复的东西 这和它民族 在海上有关 它是海上民族 海上那种生活很复杂 很难模仿 它们需要新鲜的领域 它们不要过重复的日子 今天和明天是很不一样的 明天和后天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人的生活一定要很丰富 这就表现在河马史诗中 奥特修斯后来回家 一路上碰到那么多的精灵 受到那么多的磨练 每个故事都很不一样的 每个故事都是新鲜的 没有重复的 这就是希腊人的幸运 就是一路走去 每天呢 碰到新的人 新的事物 新的东西 美好的东西呢 在心中产生新的印象 留住了它 叫做心灵驻留时间 我们人也是这样 假如我们到一个 没去过的地方 去看一看 你会感到很新鲜 会在你的心灵中保留下来 比如说我到拜占庭 就现在伊斯坦布尔 去了三天 但是我老是记着它 去荷兰也去了三天 但是我也记着它 为什么呢 它是你的新鲜的经验 新鲜的经验呢 在希腊的艺术品里面呢 反映得很充分 希腊的艺术品呢 往往都是艺术家 用自己的眼光 去寻找到的美 是一种新鲜的经验 希腊那个地方啊 有很多悲剧作家 也有很多喜剧作家 我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的经历 那么旺盛 一个人写剧本 要写很多部啊 有个人一下子写了160部喜剧 还有一个人和他儿子在一起 一生写了240部喜剧 240部啊 几天能写一部 为什么呢 我们过去总是说 他就是一个创造的民族 其实不是 这是生命力的极限的冲击 这是新鲜的经验 240部剧本 而且要写得很不一样 这就是希腊人呢 每天都去寻找新鲜的经验 我们每天过的日子 也应该不一样啊 假如一个人 不是过的一样 他是不可能写出 240部喜剧来的 不可能 一个人写240部的喜剧 那他的生活一定是很丰富的 这样一种情况呢 和希腊是个海上民族 非常有关系 海上民族 再加上大海 抚养了他 他们过得很开心 希腊人吃什么东西呢 是水果 是葡萄 是橄榄 这些东西是去吃鱼 它是一个个小岛 那么人们呢 在那里和大海 也大自然接触 想象 游泳 写诗 弹琴说爱 极限冲击 多么开心 希腊艺术的 后来打败了 他还把那个远征军 带回了希腊 然后他就写了一幅书 叫做远征 叫做远征记 另外一部著名的历史书 叫做《波罗奔尼萨战争史》 他的作者是修西底德 他自己就参加那个战争的一个将军 所以呢 我们说 他们要的经验呢 不仅是新鲜的 而且是鲜活的 是自己亲身感受到的 亲眼看到的那些经验 他们很注重这种活的经验 把它称之为感性的经验 感性的经验就是说 理论是灰色的 但是生命之数长青 所以呢 你要接触艺术的感染力呢 要接触历史人的生命力 希腊人就是在接触 人的生命性方面呢 是卢婆纯青的 一部作品写完了 就要想一想 我这部作品是不是能够扣人心弦 我是不是介入到 人的生命本质当中 从而使它具有了感染力 希腊人呢 把自己的作品呢 在人的心灵当中呢 有驻流时间 第四个原因呢 是它是比较集中的 不分散的 什么东西一集中就强烈 它是经过体炼过的 你比如说一块石头 变成一个可以用作雕刻的石头 再变成一座雕像 所以呢 在这种集中的经验里面呢 往往能够得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 这个精神上的启示呢 就叫做完美主义 我们做一件事啊 你要认真的去做 就能够做到完美 做成最完美的形式 所以希腊的艺术品这么耐看 就是它追求完美 就像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剥到 不能再剥了 希腊人也是这样 一个艺术品 一直要做到 他认为不能再完美了 才能做完 谢谢大家